1952年的一天,湖北洪安县十里平村的村口,一位小脚老妈妈拄着拐杖,守在进村的路口,眼巴巴地望着进村的泥泞小道。村里几个村干部,见老妈妈已经站了几个小时,怕老人撑不住就劝道,玉婆婆,您老还是回家去等吧。我们在这儿就行了。 谁也没想到,这看上去瘦弱的老玉性子却很执拗,他一边抹泪一边说,我就要在这儿等那个不孝子回来。众人见劝不住,只好拿来一条木凳,扶着老人坐在路边歇着。等到进中午的时候,大家才见小道上来了几个人,老人猛地站了起来,激动得喃喃自语,他回来了,他回来了。等到走近了,众人才看清楚,为首的是一位穿着军装的中年男人,后面还跟了几个穿军装的年轻人。 那中年男人刚到村口,就看到了等候的众人,其中一位满头白发的老玉,镇定定地看着自己。 他微微停了一下,然后快步走到老人面前,双手扶着老人家的手,叫了一声,妈,你还好吗?老太太正正地看了好一会,突然仰起手,一巴掌打在军人脸上,失声痛哭道,你当初不是学打铁去了吗? 此时,那中年军人也哭了出来,说道,妈,对不起,儿子不孝。 这位军人是谁,为何自称不孝?他又是如何踏上军旅生涯的? 有想知道贺剑将军事迹的老铁门,请在弹幕打上想知道,精彩马上为您揭晓。 红安县原名黄安县,在共和国历史上可是赫赫有名的将军县,有223位开国将帅在这儿出生。 而上述这位军人,正是其中一位,他就是开国少将贺剑。 1911年的中秋节,湖北黄安县十里平降生了一位男婴,父母为他起名叫玉安良。 和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,希望他平平安安,做一个好人。 小安良幼时顽皮伴随着父母的呵斥声也平平安安长大了。 如果说没有后来的黄马起义,他也会像父母期望的那样,娶妻生子,平平凡凡度过一生。 1927年11月13日,在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,黄安,麻城两县三万余名自卫军打响了,厄与碗地区武装起义低枪。 黄马起义爆发后,成立了黄安农民政府,随后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。 1929年,18岁的约良在革命浪潮的影响下,加入了黄安地区赤卫队, 与队友们一起打土豪分田地,不能不说时事造英雄。 在黄安革命环境的熏陶下,玉安良渐渐萌生了为穷人打天下的理想,有了参加革命军的念头。 一天,全家人正准备吃饭,玉安良直接对父母说,爹,我们村那谁都去参加义勇军了。 父亲听了,瞪了他一眼,没有说话。 一旁的母亲却说,别人家干什么我不管,你可给我老实些。 他边吃饭边嘀咕了一句,落后。 母亲听了就急了说道,你懂什么,打仗会死人的,我不求你大富大贵,只求你能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。 你不要再去什么赤卫队了,老老实实学门手艺,我和你爹也就放心了。 母亲边说,边用手擦起眼泪,玉安良健壮,只得近身低头巴拉了两口饭就出去了。 由于家人强烈反对,玉安良一时也没办法去参加革命军,但他革命的念头却越来越强烈。 1930年6月,红一师在黄安县招兵买马,准备南下,玉安良听说后非常着急。 他知道红军要是走了,自己就没机会参加红军了。 可父母自从知道他干革命的想法后,天天看他看得很紧,他愁眉苦脸地想不出办法。 这时同村有一个表叔对他说,想去县城学打铁手艺,问他去不去,他心中一动,这不是走的好机会吗? 他忙说要去,并让表叔跟自己一起去找父母说去学打铁一事。 玉安良找到母亲说,妈,我想跟表叔去学打铁手艺,学好了挣了钱,也好成家立业。 母亲一听,非常高兴,心想这驴脑袋也开窍了。 于是便高高兴兴地去为他收拾行李,并拜托表叔照顾他。 父母同意后,玉安良就和表叔上路了。 一路上,表叔见他火急火燎的,就说,不用这么急赶路。 玉安良此时才说,自己不和表叔去学打铁了,而是要和其他几个赤卫队员去参军。 而表叔拦不住他,只有摇头叹气。 玉安良参军后,先是被分到红一师一个团当通信员,随后就跟着部队远征。 没想到这一走,就是二十多年。 期间,玉安良为了不连累家人,也把名字改成了贺剑。 再后来,他为了不让老母亲担心,也写过好几次书信给父母交代近况,让他们放心。 玉妈妈时隔二十多年,才在村口重新见到儿子,看着当年的愣头小子变成了解放军将军。 内心也是五味杂陈,又是骄傲又是生气,儿子一锦还乡固然高兴,但儿子还活着才是他最大的安慰。 他连忙领着儿子回家,把他带到家里墙脚边,拿着锄头就挖了起来。 贺剑不知道母亲在挖什么,就想去帮忙,可老太太固执地不让他来,最后颤颤巍巍地将挖到一个罐子交给他。 贺剑打开一看,才知道是自己写给父母的家书。 贺剑捧着家书又开始落泪,直言不孝,他知道母亲有多不容易,才能把这些信保留下来。 在那个年代,这些信被敌人发现的话是要掉头的,可母亲却冒了这么大的风险,也要留着,只因为是自己亲手写的。 贺剑母子俩二人时隔多年相见,坐在家中聊了很多,从贺剑的军队生活聊到婚姻状况。 母子俩分别二十载,从前那个愣头青小子,也在军旅生涯中收获了爱情,建立了自己的家庭。 1942年,抗日战争已到最艰难的时刻,年近30岁的贺剑被调到八路军老四团当团长,老四团是个英雄团,连队都是红军时期的战士,不管从思想上还是战斗力上都很强。 贺剑到任后,率领老四团与日伪军展开了多次较量,每一次都打得敌人落花流水,因贺剑打仗有骨子狠剑, 还有对敌人牙字必报的个性,被伪军送一外嚎叫贺炎王。 贺剑平时脾气比较暴躁,动不动就喜欢骂人,不仅敌人怕,就是年轻战士也挺怕这个团长。 一天,团里调来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,叫杨洪招,来团部当报员,可能是自己没啥文化,贺剑一看到文周周的姑娘就喜欢上了。 杨洪招不仅漂亮,还写了一首好字,能让贺剑那颗暴躁的心也静了下来。 很快,郑伟无态看出了各种玄妙,就有心撮合二人。 可19岁的杨洪招就像少了根弦似的,不管如何制造机会都没碰触火花。 郑伟一看这二人,一个闷糊落,一个少不更事,没办法,只好亲自出马,找杨洪招谈话。 他问姑娘,你觉得贺团长这个人怎么样啊? 杨洪招就老道老实地说,团长很凶,总是喜欢骂人,我有点怕他。 郑伟一听,心想,这小姑娘没那个意思,看来的自己引导一下。 于是就耐心地对杨洪招说,团长是个很优秀的将才,虽然脾气大一点,但心地很好,你试着接触一下,会发现他有很多优点的。 杨洪招这才反应过来,郑伟原来是来说没的,当时脸就秀红了。 从那以后,杨洪招发现贺剑这人,对男人脾气很暴,对女人却没啥脾气,虽然不爱说话,但却喜欢听自己说,渐渐地他也生出了几分爱慕之情。 1942年7月,这对烽火下的恋人,在众人的祝福声中,终于走进了洞房。 就在大家为二人忠诚眷属高兴的时候,却听到侦察兵来报,日伟扫荡来了。 原来彼时正值秋收季节,日伟军是来抢粮食来了。 贺剑听了,立马提枪就要带人去堵截。 政委忙拉住他说,今天你一定要留下,我带领人去阻击。 贺剑看了身旁的新娘子,可杨洪招却说,你去吧,我在家等你。 听了这话,贺剑转身拉着政委一起去伏击敌人去了。 这次及时伏击日,伟军自然大获全胜。 通过这事,贺剑觉得老婆深名大义,而杨洪招也觉得丈夫有担当,二人越发恩爱了。 1943年,贺剑第一个女儿出生了,恰好此时,贺剑要率领部队去参加战斗。 杨洪招为了不拖累贺剑,便对他说,自己暂时回老家中务村住一段时间。 贺剑心想,自己要打仗,确实没法照顾他母女二人,就派人将母女二人送回老家。 杨洪招母女二人回家后,家人都小心保守着秘密,但毕竟人多眼杂, 不久后,杨洪招回娘家的消息,就被有心人给泄露出去。 庄务村附近有一个日伟的炮楼,驻扎着一小股伟军。 当伟军小头目听说庄务村来了个女巴路后,心想终于可以发一笔横财了。 于是,伟军小头目立即就带人到庄务村去抓了杨洪招母女, 并把人带到炮楼,准备押往县城去领赏。 杨家人急坏找到村长,请村长想办法救人。 村长让众人不要慌,这伟军小头目与他熟悉,沾了点亲。 村长连忙赶到炮楼,伟军小头目看见就说, 叔,你今天咋来了? 村长说,我今天要不来,你小子咋死的都不知道。 伟军头目就问村长这话是什么意思? 村长说,你今天抓的女巴路,你知道她男人是谁? 伟军道,我管她是谁,通共谁也报不了。 村长小声地说,她男人是赫颜王,你确定惹得起? 伟军头目一听,吓了一跳,赫颜王在这地界谁人不知, 哪个不小,有仇必报,绝不隔夜。 不久前,就因为有一个据点的日军,扫荡了一个村庄。 赫颜王知道后,立马带上一队人, 眨眼就把驻扎在那里的日军,整整一个中队全给灭了。 自己这一个小小炮楼,哪能跟贺剑对抗, 钱虽然重要,但这命更重要啊。 想到这里,伟军头目马上吩咐手下说抓错人了, 把杨红招母子给放了。 同时还小心翼翼地不停地给杨红招赔礼道歉。 烽火下的爱情说起来浪漫传奇, 过程却步步惊心。 而炮火下的战斗情谊更是让人荡气回肠。 贺剑将军和战友之间,又有哪些动人的情谊呢? 1931年,领导见贺剑头脑灵活, 打仗勇敢,就安排他到徐向前身边当警卫员。 谁知贺剑当时却认为, 待在首长身边就不能到前线打仗, 很是不开心,还曾问徐向前, 我以后还能打仗吗? 而徐向前也很喜欢这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, 就对他说, 你要多学习进步, 还怕以后没仗打吗? 贺剑听首长这么说, 脑壳也转过弯来, 在首长身边不就是学习打仗的好机会吗? 他摸了摸头, 嘿嘿笑了。 黄光战一打响后, 徐向前与陈庚在指挥部待不住, 决定亲自前往一线阵地, 观察敌情。 担任警卫员的贺剑就很紧张, 毕竟这两位领导都不是听劝的主, 他只有打起十二万分精神, 留意着周边情况, 保护二人的安全。 果然, 徐向前与陈庚刚登上阵地不久, 一发炮弹就飞了过来, 而正专注看着敌军阵地的徐向前, 还没有感受到危险。 说是迟, 那时快, 贺剑见状大叫一声, 身体迅速向徐向前付过去, 几乎使人随声志, 他伸手将徐向前推下了山坡, 好远,人顿时昏了过去。 徐向前见贺剑舍命救了自己, 忙过去查看情况, 好在贺剑只是受了重伤, 没有生命危险。 贺剑苏醒后的第一句话就问, 手掌没事吧? 徐向前见他在生命垂危之下, 还惦记自己的安全, 非常感动, 忙说, 没事, 你好好的养伤。 九十年代, 徐帅逝世, 贺剑伤怀了很久, 他虽然救过徐帅的命, 但徐帅却是发现培养他的伯乐和师长。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, 贺剑所在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奔赴抗日战场。 抗日战争时期, 贺剑率领的一百一十五士老四团, 与战友们并肩作战, 多次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和围剿, 在战斗中他总是身心士卒冲在最前头, 与战士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。 直到1945年, 贺剑调离老四团, 那天全团战士不顾天上下着蒙蒙细雨, 聚集在路的两边为老团长送行。 有人忍不住大声喊, 团长,你走了, 谁带着我们打仗? 贺剑看着几年来与自己同生共死的战友, 也是心潮激荡, 久久不能平静。 他忍住眼中的泪水, 骂道, 你们这是干什么? 我走了, 自然还有新团长来, 记住你们是老四团的兵, 别给老四团丢脸。 说完这句话, 贺剑翻飞上马, 头也不回, 扬边而去, 生怕池的眼泪会夺矿而出。 1948年, 在济南战役前夕, 上级找到贺剑与王吉文谈话, 告诉他们组织上考虑等济南战役胜利后, 让二人去当纵队司令员, 让二人有个心理准备。 但万万没想到, 就在这次战役中, 王吉文被敌人炮弹击中肺部, 壮烈牺牲。 听到这个噩耗, 贺剑整整好几天吃不下饭, 一个人关在屋里流泪。 他想起与王吉文的往事, 他与王吉文45年才相识, 并肩作战的日子也不过三年, 但感情却非常深厚, 王吉文也是黄安人, 也是红四方面军的老兵, 两人因经历脾性差不多, 所以十分相投。 贺剑记得当年自己的七师被撤销时, 愤愤不平的是自己, 伤心难过的却是巴师师长王吉文。 那段时间里, 王吉文为了安慰他, 整天整夜陪自己抽烟喝洒。 现在王吉文牺牲了, 他失去了一生的挚友。 济南战役结束后, 上级要把他调去当纵队司令, 贺剑毫不犹豫拒绝了, 因为他总会想起与王吉文一起接受组织谈话的事, 既然王吉文再也没机会当纵队司令, 那他也不能当。 上级知道他这驴脾气, 也没强求, 直到他是性情中人。 晚年, 贺剑常常陷入无尽的遗憾中, 他觉得一辈子对不起父母妻子, 让他们常常在提心吊胆的日子中度过。 更加对不住的是牺牲在身边的战友, 他们没有看到胜利后的新中国, 他总觉得自己活着是欠了他们的。 多年前, 战场上的往事, 也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在他眼前。 因此贺剑越发沉默, 他的老战友们来看望他, 也常常是一杯茶, 一包烟, 就这样相对无言地坐着, 坐半天就走了。 2008年, 一代名将贺剑在停止呼吸前, 突然睁开了眼睛, 大喊一声, 敌人上来了, 你骑摩托车先走, 把马给我留下。 这是贺剑将军留下的最后一句话, 多年来, 他始终忘不了那些牺牲了的战友, 他多么希望他们活着和自己一起见证和平年代的到来。 往事如梦, 致敬英雄, 正因为有他们的蛇小家, 魏国家的大爱, 才换来了今天的盛世中华。